你好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葡萄阿倫對上匈奴人 那最近有觀眾在跟我討論匈奴的問題 他們覺得匈奴的問題太大了 沒有辦法增強 匈奴的整體科技術來說也是偏爛一點 這個我非常認同 那剛好今天找到了一場 Viper對上Vans的一場精彩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也是阿拉伯天梯對戰 Viper選擇是匈奴人 那紅方這邊是葡萄阿倫 我們先來看匈奴人 Viper綠色匈奴人 那匈奴人的話一開始木頭會減100 但是他的好處是可以不用蓋房子 一開始人口傷心就是200人口 但是 匈奴真的是不太適合打游牧 因為游牧通常是打有海游牧的話 你第一時間要去蓋這個漁港 會第一時間漁港會蓋不出來 然後造成自己的漁船 處理時間更慢一點 經濟一開始就被拉開了 所以匈奴一直被稱為四義利谷的笑話 因為你是游牧民主 但是很不適合打游牧自當地圖 覺得這個大家的一個留言蠻好笑的 分享給大家一下 那這個匈奴喔 我個人也覺得非常難用 因為他本身雖有這個 九折 城堡時代有九折的馬功優惠 帝王時代有八折 但只靠這個馬功喔 實在是有點難打 因為在四義利谷知道 你只要打大英兵種 對方就很容易針對你 那打其他的一個戰術呢 匈奴呢也沒有什麼特別優勢的地方 雖然他有游牧 但是他的游牧也是普通通 就三級防三級攻這樣子 就很普通 那能讓他打出正面的優勢喔 我覺得應該只有這個 他的寶兵喔 這個打蠟和騎兵 那打蠟和騎兵算是騎馬版的劍勇 就是拆建築物特別快的一個騎兵 那這個騎兵 我覺得出的時間也是蠻尷尬的 因為他本身造價很貴喔 要60塊的黃金 但是這個體質也沒有特別好 還不如出這個遊俠 所以每次玩匈奴的玩家 除了出馬功之外 就是在跟這個遊俠 跟這個寶兵 打蠟和騎兵 做一個選擇 到底要出打蠟和騎兵 還是出這個遊俠好 是個問題 那這個打蠟和騎兵喔 我覺得這個觀點應該是 要對方是打馬國 打弓箭的話 就可以出打蠟和騎兵 對方如果是馬國的話 就可以考慮出遊俠 或是過兵的 國家的話可以出遊俠 因為他本身 遊俠的一個素質 是非常平均的 或會有什麼 非常誇張的弱點 但是打蠟和騎兵 他的弱點就是 基本傷害低 血量也沒到非常多 也算蠻多啦 倒極瑞的話有 也有170滴血 跟優俠也才差了10滴血而已 但是他的進防比較低啦 那遠防高一點 但是 兇人還有一個科技喔 這個掠奪者 跟這個 哥德的無政府 銀罐一樣喔 只要點下之後 就可以在馬舟生產UU 那哥德者是點下銀罐之後 就可以在 均勻生產自己的 哥德爾護衛隊 哥德爾護衛隊 所以這邊MIPER的一個想法 我現在有點看不太出來 還是要打什麼戰術 現在大家一直在想 哈哈哈哈 對方像是菩薩火器文明 那匈奴會怎麼打呢 這個也讓我有點期待 因為這場比賽 我是沒有看到最後的 我到一半我就關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後是誰輸誰贏 好 Balance這邊是決定要兩棒棒出擊 那兩棒棒的話 威智利 應該是單純騷擾 應該是不會想去 殺村民的一個重點 而是單純騷擾 因為 我們之前有講過 兩隻棒棒跟三棒棒的差距喔 差距是在差別 三棒棒很好殺到人 那兩棒棒的話 通常是很難殺到的 通常算是騷擾 單純騷擾 並沒有是 真的要讓對方 打出村民差距了 或是讓他收村 讓村民不能採集 就這樣子而已 或是直接靠建築物 讓對方修 比較單純一點 而且自己也不用再多到黃金 但是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黃金 有稍微挖一下喔 18金 喔唷 這邊直接遠距離打獵 不敢入 因為自己要前面喔 高速的去探圖 因為自己出棒棒 要先確認一下 Biper的一個經濟狀況的位置 好 那這個距離吃得很遠 山春 差不多 山春的話 應該是可以吃得完一隻鴕鳥 然後Balance的戰兵時間 開始 敲敲 啊 看到Balance 我突然想到 左跳好像是Balance的生日喔 除了他我們看我們頻道的話 祝他生日快樂 他也是常常在我們頻道出線上的一個 專業的司機禮國玩家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他這位選手的 他的玩法有點 有點捷徑 Viper 所以我都蠻欣賞這種 誒 算是甚麼 農的 農型玩家 然後有手術 有那個操作可以秀的那種 所以Viper 有點像是我心目中的Faker一樣 我玩CD國這麼多年 我每年 我應該說我每次都會去看他了 我看他頻道也看超久了 從HD時代我就再開著看他頻道了 當初會玩CD國HD版也是因為Viper的關係 看了他頻道才發現 哇靠 原來CD國還有這麼多操作跟細節可以秀的 好自己玩 都可能就隨隨隨隨便便的玩一下 什麼都不知道 好看他玩之後才發現 哇原來CD國有這麼多細節可以講 我就一直在實況上 在Twitch那邊開實況推廣CD國 但是我發現在實況上推廣CD國 是有點 不太大意義的事情 畢竟受眾客群 這個Twitch的受眾客群 有很多都是那些老人 沒有太多年輕人會去注意到 我覺得既然要推廣 應該是要 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不管是年齡層 老人或是年輕人 對不對 所以來Youtube 做影片可能更實際一點 所以我在今年的五月 開始在Twitch上 好吧 在Youtube上 開始在製作CD國的影片 但我這半年做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CD國 玩家們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其實CD國這遊戲已經這麼久了 玩的人真的是 不要說晚了 看的人 很多啊 跟其他遊戲比起來 他以這個遊戲的資歷來說 已經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那剛好我也很喜歡這個遊戲 我就想說不然 我就來好好的經營一下 CD國的一個頻道吧 雖然現在遠近很多前輩在做 像安迪啊 或是韋恩 他們都做風生水起 是讓我 蠻利眼相看的 那我也覺得 自己也這麼熱愛CD國 那我也來盡一份自己的心力 加上自己的一些老人觀點 來提供大家這場比賽 好 那看一下Viper這邊進攻 並沒有要直接出兵 這邊攻兵只是按一隻小攻 欸這個是細節 攻兵沒有按 只按了一隻攻兵只是要來解這個棒棒而已 那應該也不會去下這個兵工場 應該會高速上這個城堡時代 去做一個直城 但由於這邊礦場被騷擾很久 一直沒有機會去開礦場 所以這邊上城堡時代可能會再更慢一點 沒有辦法一個極限高速上城堡時代 那葡萄牠這邊 有點像是打這個 黑跳城打法 但這個黑跳城 跟以前的黑跳城的流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黑跳城不是標準黑跳城 如果要學的話千萬不要學這種 這個是參考參考 這個很明顯的黑跳城流程不太一樣 兩棒棒騷擾的時間很久 讓白普直接一個斷兵 開始在農 那黑跳城的一個做法 簡單來說就是 黑人時代出三隻棒棒 這兩隻棒棒 利用這兩隻棒棒 一直瘋狂騷擾對手的家裡 讓對手的兵一直在家裡 沒辦法出來 然後再把對手的兵 鎖在自己家裡的時候 自己家趕快把家裡維持 不會死之後就開始農 挖金礦 挖蓋農田 蓋市集買賣一波 直接上城堡時代 簡單來說 黑跳城的一個精華就是在這裡 但是流程部分 就是有點會不太一樣 那我個人 新手學黑跳城的話 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流程很容易 跳不上去 很容易就跳樓了 瞬間跳樓的一個流程 我自己在練的時候也很常跳樓 跳失敗 就明明防守好了 結果對面出了一個大爆兵 什麼22匹小弓之類的 然後直接射爆莫強盡來殺他一波 直接原地往生 但是我覺得有個原因 是我自己跳的速度也不夠快 圍的也圍太大了 所以這次B&B勒勒斯 這邊比較晚上的城堡時代 也是因為自己 圍太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耗費時間更多了一點 所以可以跳城算是不太標準 因為黑跳城的話 打法比較算是要小微 小微然後讓大量村民 直接去專注採資源 用最少的資源去做防守 然後最快速的時間上城堡時代 這個才是黑跳城的一個精華 所以B&B這邊打一個黑跳城 有點感覺是要硬要 但也是讓他順利跳上去的 因為B&B這邊也慢慢的 發現對方一定為死 所以也沒有打算大量出兵 自己看到對手家裡的圍狀況 也是算相對比較晚一點 所以B&B的判斷也是相當不錯 直接判斷 我也職成 你也職成 通常B&B就算這樣正常打 上城堡時代 也不會出個黑跳城 也不會出太多了 當然黑跳城還是有他的優勢在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封錢砲蓋一下 B&B這邊黑跳城 直接跳城堡蓋城堡 石頭繼續挖 那就代表 他有可能會打封錢砲前壓單TCE波 然後 用這個石頭 用黃金做一個高速買賣上帝龍時代 跳地 然後上帝龍時代 石頭留著 然後去蓋這個 港灣大三戰 這個比較有可能 這個戰術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可能性會高一點 所以他會比較有限 如果大家講的話 他的一個特殊建築 就是港灣大三戰 可以無限的跳支援 無限的 一點一點的慢慢跳 那當然每個支援跳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也會跳到石頭跟黃金 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Valence的想法 目前我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石頭沒有斷就蠻明顯的 而且沒有斷石頭 主要是因為要繼續蓋這個石槍 或是直接把石頭拿去賣掉 那我覺得如果他打這個打法 石頭應該不會賣 但是如果要告訴上帝龍的話 這個又更多可能性 而且如果真的要 就是去點這個風琴砲 要趕快潛壓才對 我應該在這邊走來走去 他這邊是要來cover這個 森綠 缺點這個聖物 所以沒有出門第一時間去打Viper 那Viper也巧妙地運用對方的心理 看到對手遺跡 剛剛也在這邊繞了一下 那B對手用這個風琴砲過來防守 那Viper這邊減移技也開始減了 這邊出的是赤猴加上騎士的組合 赤猴是拿來打僧侶肉的 那Viper的想法應該是用 森綠去造想對手的風琴砲 那風琴砲雖然它是攻城器 但是它的單位算是人型單位 所以不用貼近它就可以直接造想 也不用研發這個救贖思想 才可以造想風琴砲 雖然風琴砲的一個設定是工程器單位 所以刺激利果有很多這種細節 奇怪的設定 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這邊遺跡撿得蠻多的 Viper這邊也進撿了兩個了 第三個回來中 三個撿掉 那Valance這邊是兩遺跡 好 這邊刺猴想要來抓 看來沒機會抓到 來不及看到了嗎 直接上來硬砍 那你直接遭翔 砍掉之後直接往後拉走 應該不會遭到 那個葡萄亞人 還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是這個 火神槍嗎 可以讓這個火藥單位 射得更精準 就像是火藥版的彈道學 因為彈道學其實火槍單位是不吃的 所以這個火槍喔 通常都射得很壞 畢竟中世紀嘛 反正就射不 射不準是正常的 但葡萄亞有這個特殊科技喔 可以讓他射得非常非常準 好 那這邊要來前置城堡 開始要用這個葡萄亞 強力壓制 風情暴寶推 這邊已經準備好生女跟肉馬 還有兩隻騎士 但我覺得這個城堡 蓋得有點太保守了一點 蓋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至少要讓這個城堡吃到TC 至少要小賺個TC喔 然後守這個金礦 我覺得是比較划算一點 好 這邊蓋城堡直接被抓到嗎 沒有 本來想要直上 但是看到不對 不能打 這個打法非常難守 如果你是3TC開龍 然後對方是單TC爆風情砲 單TC而已 然後寶壓的話 這個我覺得不好找 因為你3TC的話 兵自然就沒那麼多 然後對手就是這種 高傷害的火槍單位喔 超級難打 然後冰淇淋冰抓落單的 那風情暴最大的弱點 就是要後面慢慢補過來 但前線喔 有這個城堡的話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喔 所以前壓風情暴城堡 這個做法 比較難產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喔 如果你平常騎兵還去後面斷後 但是城堡如果在前面的話 沒有辦法 那風情暴會越補越多 而且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到 風情暴還是工程單位 所以拆建築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但血量掉超快 所以這個風情暴要解的話 也是不好解 那主要風情暴最怕的是 酸鋁跟投石車這兩個單位 但投石車又會被 對方風情暴直接換掉 算是互相傷害的一個兵種 那最好的做法 還是用大量的騎士喔 直接上去硬騎 因為本身這個風情暴風速慢 移動速度也慢 這個量真的有點大 來了 MIPER的一個 肉馬騎士衝鋒 這邊想要優先招騎士 但騎士被招到了一隻 但勝利兩隻倒地 這邊想要再把騎士招回來 直接做個包夾 MIPER的一個大肉馬 爆光對手的 風情砲了嗎 沒有 沒有點一弓 肉馬3很低 只有7加0 風情砲進防有2 被砍到只有5滴血 哇 砍得非常的慢 因為風情砲本身血量有60滴血 還不好砍 這邊再招一下 哇 MIPER這一波雖然勉強守住了 但沒有辦法完全的打退對手的風情砲的一個生產 好 那這邊 不知道 果然是單TC上帝王時代 那這邊 MIPER 靠了買賣一波 賣了大量的一個 食物 換取了黃金喔 在這邊你看黃金 這個是買的意思嗎 好 這邊買石頭 買了200石頭 花了300黃金 直接買一座城堡 蓋這個高地 好 那城堡一直往前推的話 落馬的一個解圍方式 就會越來越困難了 MIPER這要怎麼守住呢 這一道我從來沒有守住過 所以我很好奇 MIPER要怎麼用匈奴手 東東本身對這種打法也是不好解的 因為他的 生旅科技 兇奴是沒有到全滿的 這邊再做一次包夾 直接前壓 後面再過來包 這個打得有點慘 哎呀 佛慘 這波又送掉了 但是對手 風琴砲還是很多 但是對手風琴砲還是很多 幹什麼幹什麼 幹什麼 雷電鳳凰追生旅 生旅的招搶距離是9 那這邊射程是7 那走過兩步的話 還是可以開槍開到的 好 但是風琴砲追不到生旅 這個城堡蓋好之後 這個城堡應該也稍被射掉了 BIPER經濟有點慘 但是這邊巨型投石機 大火也可以出了 兩百木頭存到 巨頭開始直接砸 也沒什麼問題 BIPER裡面還在存騎士 階級攻點下 哇 BIPER現在是城堡時代 打地龍時代 經濟很慘 好 風琴砲開始走進來 因為這裡沒有城堡的關係 你要怕守住主經的話 BIPER會很傷喔 那麼主經能守得住嗎 而且這個修道院在這裡 三個生物可能會被幹走 但這邊布泰亞 並沒有出巨型投石機 可能是害怕喔 BIPER這邊出太多騎士 直接解掉 好 騎士直接出來硬砍 但直接被秒掉了 另一隻騎士 這就是風險炮最可怕的地方 連騎士都可以秒 掉頭快 渦趁龍 笑說 蛤呀 就想 掉頭快 根本來不及修回來啊 倒掉 好 帶領騎士開了出來 這要怎麼打呢 好 騎士數量非常多 18隻 18隻騎士加上11隻的肉馬 攻擊力有異攻 有異攻的話肉馬也可以造成不錯的傷害了 直接風騎砲被包了起來 但是原地開火 騎士加肉馬死傷還是非常慘重 但是這邊只要被騎士包了起來之後 風騎砲可能就被解光了 原來騎士的攻速給風騎砲快上了3、4倍喔 這邊這裡還有其他肉馬在處理 而且衝車也看得出來 開始要推城堡了 哇 麥姆這波反打了 太神啦 他怎麼守住的 他這樣馬爆就守住了 有這麼簡單嗎 雖然我知道風騎砲是用馬解 但 這個馬量怎麼跟我的馬量不太一樣啊 我們跟麥姆玩的遊戲真的是不同的遊戲 啊 後面有這麼一大片田 難怪可以出這麼多馬 唉 沒有看到後面了 只看到這個TC而已 沒有注意到後面的農田其實還蠻多的 這裡也是 哇 麥姆這波打得非常完美 這一波反推回去 葡萄這邊可能會大難臨頭 但這裡後面喔 補下了非常多的港溫大商戰 開始要使用無限支援戰術做一個反擊 但這裡人口還沒到200人口 所以這個港溫大商戰可能要再補個幾個比較好 喔 繼續補 對對對 一直補 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港溫大商戰為什麼要蓋在後方 原因是因為可能會被招翔走 這個建築是可以被對手招翔走 那被對手招翔之後 對手也可以慢慢跳這個資源 非常的狠 對喔 不能把這個港溫大商戰喔 當成這個圍牆使用 保證血虧 現在他造價很貴 好 這邊風琴炮想要鑽這個小小的鳳穴 這個小穴 這個小小的一個樹洞 能守住嗎 風琴炮數量不夠多也沒有長槍兵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隻夾心餅乾夾住這裡 而且這裡還有充在頂 風琴炮數量越來越少 兩隻 沒了 一隻 頂爛 好 白白這邊沒有打算上聶王時代了喔 要繼續進攻喔 下一戰就是風琴炮 波特牙大本贏了 那這邊城堡掉了 有點卡人口 趕快補這個防務 好 場刃不補下了 場刃並有的話 那貝勒斯這邊還是有可能可以 復甦的喔 我突然想到欸 其實 波特牙這個文明 對會斷村的玩家來說 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就像貝勒斯這樣打 直接城堡 風琴炮 加城堡寶推 然後地龍時代喔 出大量的港龍大場戰喔 然後就單TC喔 慢慢出村民就好了 反正這個資源喔 會一直跳 對不對 我突然覺得這個 好像會斷村的玩家玩 不過他還不錯 呵呵呵 但我還是不建議啦 建議這個 玩法太特殊了 新手來玩可能很容易 還是會玩到有問題 這個流程 來回就是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看起來 萬民家裡 白婆 把 失去的領土全部復甦了 那還這邊喔 偷挖野石 高爾西林維倫石 家裡的野石也要挖了 那現在要騎士 全境封鎖 到處都是vipers騎士 想要再打 把他們往位打 好 勝率第一時間被衝擊 這邊勝率會來招翔嗎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個風琴炮好像是需要點救贖思想 好像才可以招翔的樣子 好像並不是直接爭取就可以招的樣子 可是我們記得好像不能直接招 但之前有觀眾跟我說可以直接招翔 到底是要不要點救贖思想 應該是要點了 不然白婆為什麼整場都沒有去找他 因為匈母他是沒有這個救贖思想可以點的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原因喔 所以白婆一直沒有用神去招翔 還是他只是單純怕這個風琴炮的射程 很容易射死自己的生女而已喔 所以才沒去招翔 這有點看不太出來了 嗯 好 白婆看到對方出了大幾兵 開始有點往後撤 有點危險 但是這邊馬弓開始出了 匈奴八折馬弓 大量量產 哇 這邊射箭場數量有點多 八隻 八個射箭場 三隻很尷尬 這裡沒有差一個寶 這裡差一個寶的話 這邊可以全部守住 上面這個礦圈跟村民都可以守住 但這裡沒有結實差一個寶 有點稍微可惜喔 好 石頭有在挖 這邊到處在挖石頭 好 兵開始回救 艾伯這首也上到帝王時代 縱形馬弓 安顯戰術三級射 化學還沒有點 原先點這個彈道學 彈道學忘記補了 彈道學已經是優於化學了 好 這邊直接抓 蓋城堡村民直接抓爛 好 這邊直接抓蓋城堡村民直接抓爛 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一個包夾戰術 馬弓後面包 但風琴砲在高地 騎士沒有直接硬上 那這邊馬弓優先處理到 對手的一個疾病之後 應該才會硬打 後來這個肉麻 我可全部被戳光 那這邊肉麻 跟風琴砲的一個搭配組合 唉 這邊風琴砲沒有被解光 疾病數量有點多 風琴砲還只剩幾台 還沒有被砍光 這部秀的還是不錯的 那風琴砲反正是一個遠方很高的單位 遠方有6 所以這個馬弓射下去 傷害不高 那如果變重裝馬弓的話 還是射得動的 遠方6的一個風琴砲 好 那這邊馬弓易多的話 風琴砲可能開始有點難打了 好 這邊直接原地蓋一個城堡 讓這個城堡蓋不起來 這邊包夾沒有問題 哇 解掉了 白盆打的這波非常好 剛剛還沒有拇指環 就可以打出這樣的戰績了 那待會拇指環之後 不就更誇張了 拇指環可以增加 馬弓的射擊速度 還可以增加 對不動單位的一個精準度 聽說這個拇指環的這個精準度 戰矛也可以吃得到 喔 我不太確定 但大家說那就是有吧 我沒有去實際測試過這個東西 我只知道這個拇指環 這個不會增加戰某的攻擊速度 喔 只會增加攻病而已 射掉 射掉 好 城堡蓋好 有點蓋太近的關係 這個城堡沒法射 在這邊VIPER出了幾隻 達拉 那什麼 達拉和奇兵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哇 尻一下13滴喔 這麼痛 好 那這邊等一下躲射孔 跟三級伐木 VIPER這邊開始把自己的 一些科技慢慢點了出來 馬弓這邊繼續燒了 我這邊直接搶野精 太狠了 那BALANCE這邊村民有點少 只有四四村而已 所以民宿並沒有很多 這不是用風情砲打嗎 風情砲加奇兵的一個combo 好 達拉和奇兵直接出來燒 哇 你看達拉和奇兵的防禦 3加4 有夠硬 還不是精銳的 好 中間這邊蓋城堡 直接又開戰了起來 帶大量奇兵上前硬撥 肉馬開始繞背 繞背上去直接先打風情砲 但是這邊後面有大量奇兵 在後面飛著打 肉馬一直硬身倒地 帶風情砲的數量已經快要沒有了 只剩下15台 欸 還是有點多耶 15台 欸 剩15台 剩15台應該不是剩了 趕快跑 這波有點打輸了 這邊再繼續硬打 感覺有點傷 先把這些蓋城堡村民先捲一掉 好啦 蓋不起來就好了 好 那沒有疾病 沒有疾病的話 只剩風情砲問題就不大了 Balance這邊打錯了 繼續 我還以為Bip這邊會打不贏 還好會沒有補上更多的兵 沒有這個斷兵過來 不然這個疾病再來一波 跟這個風情砲再互射 錄死誰手 還真不知道 那目前看一下Balance這一波 我覺得 打的還是很好 但是他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邊沒有去補這個長槍兵 至少補一個軍銀 去生這個長槍兵來防守 可能會守得更完美一點 但他可能有點太高 自己風情砲的一個傷害 但是如果他要出長槍兵的話 自己可能農田就沒辦法 直接樹上帝王 所以有些人總是會說 為什麼他這一波 潛壓的時候不出長槍兵 那想法是很單純的 就是因為他要前期高速上這個帝王死蛋 所以一直不會有長槍兵在旁邊防守 畢竟風情砲一隻炸架是非常貴的 這個木頭要100 那黃金也是不便宜 那黃金也要7手 不好意思 跟正一下 以前是100 那他現在只要變成80木頭 黃金也要7手 所以出一隻跟騎士沒什麼差 太大差別 只是不用肉而已 那如果他出長槍兵的話 那就需要肉了 而且這攻防啊 還有這個疾病的神經 都需要肉 Balance這個做法 原來要趕快上帝王 去蓋這個 趕快大傷戰的關係 所以前期就沒有配長槍兵 所以如果真的要一波打死對手的話 最好就是要出這個長槍兵 一起防守 進攻會比較好 那剛剛也是那一波 是唯一能打贏Viper的決戰 但沒有出長槍兵的關係 所以也只能變成這個結果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狀況 精英狀況的Viper這邊 木頭跟石屋是遙遙領先的 黃金樹的Balance這邊 由於前面有挖野精 還有這個趕快大傷戰的一個效果 黃金樹其實是蠻多的 那他這個石頭也是超級大爆挖 畢竟趕快大傷戰要發的石頭也是蠻多的 我記得好像要250石頭吧 對250石頭差不多 所以這個石頭量還是要多一點 畢竟自己也是保壓風型炮前推的一個做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